你不是自找委屈 而是少了心急流寒主劉主播 哈囉大家好我又來了 天啊我覺得這個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因為上一次見面就是在這個錄音間看到你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是去年的五月份 在你那時候的狀態應該就是 其實算是主播的專職主播的工作 算是告一個段落 然後就是想要在家好好的耍廢 但同時又會想說怎麼辦 我該找點事來做 老娘需要生活費 沒有沒有我自己講我自己講 就未來我只想下一步在哪裡 然後也很可以感覺到他的積極 因為那天來他說 我要讓那個飛碟台長 就是政府在我的那個聲音林志玲的 我才沒有這麼說 這是官麥說的 然後他瞞著你把他講出來嗎 沒有我覺得他專門就是挖洞給我跳 我猜他今天也完全沒有留我的書的意思 他從大學就是那種挖洞給別人跳那種個性 智慧刑犯罪 沒錯 你們兩個人不要在那邊瞎講 我好奇就是你們大學的時候熟嗎 算熟 大一 因為在六十個人當中我們算是 而且我們是很早接上線的 我們還是舞伴的 五伴 你們是國標舞伴嗎 還是舞迷演唱會相伴 只有舞迷才會想到舞迷 你不要就是在就是來賓來的時候 也要講這個inside joke 所以你們是跳舞的舞伴 對對 那怎麼選到彼此的 怎麼會選到彼此啊 大概就是心有靈犀吧 好因為我們外交系每年會辦九舞會 然後九舞會其實要出表演嘛 然後我們小大一的時候出 欸我們是大二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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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國標舞的舞伴 我們是那種舞蹈表演的舞伴 就是六男六女 還是三男三女 有點忘記了 然後我們是一組的 對對對 就是你要就是他要那個 往前趴下 然後我要跳馬這樣跳過去那樣的概念 是有點像啦啦隊嗎 還是真的跳流行歌的舞 其實是流行歌的熱舞排舞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你就想到那些什麼 彩虹鱗的那種戲嘛 就是我在前面 然後往左看 然後在後面往右看的那種 天啊 身高啦 因為我們身高比較高 所以我們可以互搭 所以如果當時網路很興奮 這一段我們就會重新翻出來看 可怕 那個時候都沒有錄影 對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你們熟的契機 不是不是 我們在更早之前就熟 我們好像在 才剛上外交戲 剛放榜的時候 在網路上就是聊天 聊得很熱絡那種 BBS 現在講BBS是時代的眼淚 對啊 就是說 欸你也上了這個戲啊 我也上了這個戲 沒有這麼關槍啦 他一開始登場 就是一種女神之姿 就是我是熊女男霸天 熊女笑花 你不認識我 才不是你看他又在挖洞 你不認識我 啊 啊台北人可能不知道我在高雄有多紅 但我確實不知道閻平中學 哈哈哈哈 第一次來第一次去就對了 不是我那時候就是 我就是一個南台灣小姑娘 然後呢那時候到台北就是什麼學校 我只有聽北一女啊建中那些我們聽過 閻平放不進來這樣 不是不是就是高雄的私校 高雄的私校好像只有兩間 但是台北就蠻多名校的 對啊 那所以你們應該有個共通點啊 因為我看你們都是在念外交 戲媒都有之後 就發現這個不是你們要的 欸對耶 還有一個共通點 是我看書才知道 就是原來你的記者跟主播夢想 也是在國中就開始了 我國中的時候 其實是在想自己要做什麼 我想要做一些到處東看西看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有把導遊空姐什麼什麼都 都列進去 還包括了電梯小姐 電梯上樓 對因為我覺得 你只能從一樓看到十樓 電梯的人生擺態也很有趣 他就可以看到很多人 就你喜歡跟人接觸的東西 我不想要坐在辦公室裡 然後所以那時候考大學的時候 我也是對外交系的想像 就是外交系畢業之後 就是當外交官 當外交官之後就是出國當大使 就是想的很直線 然後直到進了外交系 被繁重的學業打倒之後 覺得我果然不適合 我一定考不上 所以這功課太累了 其實應該就是沒有興趣吧 就是有一個震撼教育在一開始的時候 而且我們 你們那個眼神流動 有種默契感是怎麼回事 我阻止他講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我愛老師 我愛我每一個科目 我全部都很愛 所以主播就從那個時候發現 這個直線的路不對了 但是我還有其他很多跟人接觸的工作 然後就接觸到了主播嗎 電視台 對啊對啊 因為我後來就想想 那我可以轉行做什麼 結果就在大學的時候想說 那我就往傳媒這條路來走 然後那時候也是評估了一下 覺得我不太需要特別去考一個 轉系考或是轉學考 那我就繼續在外交系把學業完成 然後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幫自己的職場鋪路 所以其實他也是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進電視台 然後當助理啊 公讀啊 實習啊 然後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 這樣大三大四不就會慢慢飛到在這個系當中嗎 因為你自己的外務太忙了這樣子 確實 就是而且到大三大四 大家選修的課都不太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說天天要招戲商處的機會 對啊 不需要經營人際關係了 我有時候就算沒有去學校上課 也可能是我在睡覺啊 壞學生 好所以主播後來就踏上這條路 對 然後呢 在這個主播當中呢 其實也有換了好幾家的電視台 就因為台灣剛好新聞台很多 然後每一次的這個換台呢 應該都是在書中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是有計畫的啦 我有告訴讀者說 你要為每一份工作設定年限 然後同時你在取得職位比你一直追求薪水的直線增加 在初期來的重要一些 那我比方說我跳電視台之間的策略就是 啊我可以在這家電視台得到什麼樣 我覺得認為不錯的線路可以經營 然後再來往下一家電視台跳的時候是下家電視台給我更好的offer 比方說職位我就可以從記者升主播 因為有點類似被挖角的概念 然後呢再從下一家跳下一家就是都會有不同的那個成長 那並不是說只要薪水增加一點點我就覺得說好我就走 而是我要看到職位那個前瞻性 那包括跳野包括是我認為 我在原本這家公司啊缺額都已經滿了 我好像再繼續做會有卡住的問題 那再思考說要不要去轉換這樣子 欸這麼長的時間你有這樣偷偷看著他嗎 就是看他上新聞台啊看他當記者啊 很常就是不小心轉台就是會看到啊 然後他還會拍照給我 對啊我就會拍照傳給他 我想你 然後前一陣子大家現在那個建案的海報應該都還在吧 最近剛拿下來因為完燒了 賣完了當這個建案的代言人 所以就大大的布條可能就掛在某個公園的旁邊啊 或是某個大樓上面啊 還有我同學剛好就住在那對面 說他每天一起床看到不是他老婆是他 老同學 所以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也是做了一個大轉變 那劉環竹那個時候呢 喔今天是不是還沒有認真歡迎劉環竹啊 我剛剛已經講過這名字吧 劉環竹呢主播人生15年之後呢做了一個轉變 那那個時候呢也有來電台就是跟大家say hi 因為他一直很喜歡當DJ 他對當DJ有一個幻想想像 對一個想像就是說這是怎樣 我可以放我自己喜歡的歌 然後講話感覺起來很不錯這樣子 跟大家可以在一起 那個時候就來 然後也希望可以試試看 如果做了以後覺得真的很不錯的話 他可以繼續做下去啊 命運很怎麼講啊 當天就是台長也請假 哇 所以就是沒有讓台長遇到 不然的話那天可能就是會做完節目之後 可能就有機會可以跟台長聊聊天 所以他那一天來的時候應該是心裡有底要全力以赴 我高雄南霸天要來喔 也沒有耶後來一進來 反正進來之前都會緊張 但是後來跟就是馬克聊一聊之後就忘了 就就瞎聊時間就很快就過了 然後時間到了我就走了 然後也忽然一開始講說 應該會有機會吧這樣 但是我覺得廣播的生涯跟這個我們電視媒體還是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很新鮮很有趣 剛好也是我在書裡告訴大家的 就是說你為你的人生上半場 然後中場還是下半場做規劃 那我想說人如果再不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你會越來越沒有條件去決定你接下來要走什麼路 所以像我現在走出舒適圈之後 我就可以看看廣播這條路我可不可以來進行或怎麼樣 甚至就算我不在廣播電台裡 現在podcast也是芳心為愛啊 所以我才會建議讀者們都要去思考自己人生的 因為人無遠慮必有盡用 所以在我那時候呢 就是一年前的時候 然後跟樂團族就是瞎聊完一集 很開心就是我只是覺得就要老同學相見 然後同時也會覺得說 糟糕就是我知道現在會有一點 那個對他來說會有點危機感 因為好像就是很固定的工作不見了 現在要走哪一邊 然後呢沒有想到在一年以後見到他 竟然就是已經有輸了 也有廣播節目了 什麼都有欸 然後我就想說哇那一次就是聊天聊的時候 最後覺得那個時候你的狀態可能是還蠻慌亂的 應該是說我本來就期待說我差不多要出來飛一下了 但是呢大家都說我很勇敢 為什麼會選在2020年疫情的時候 其實不是我選的我做決定的時候我也不知道疫情會這樣 因為我們以前在電視台的時候常常會有一些 夜外的邀約邀請我們去主持邀請我們上節目或是做一些各種事情 但是因為我們有我in house的這個身份我不方便 所以我也是決定說好我要出來擁抱這個外面的市場看看這個世界 我本來就喜歡跟很多人互動啊 對啊然後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就變得什麼事情 我就連要主持一個現場活動都取消了 那我覺得反正最壞的年代 就是最好的時代 那我就用下半年本來我就有出書的計畫 我剛好用下半年的時間很快的把書寫完 然後我的編輯也很意外 他發現我交稿都是on time 因為呢我就是有那個記者的職業病 就是我看到downline我就會不行不行 我今天招不出來 那我一定要主動通報說再給我兩天我一定交 然後編輯都跟我說其實作者不是 沒有因為他應該沒有遇過準時交的作者 你對面老同學他的稿子大概會延後兩年吧 還沒交 你怪我 沒有我們一起 沒講你自己吧 我們都是就是交不出來 你知道那個時間走在那邊你想做 可是你做不到啊 所以你一定要花一整天的時間靜下來 所以我身為一個時間管理大師 我要嗎就是一天把所有事情都排滿 然後某一天我會完全留下來 就是告訴自己今天一定要寫完兩個章節 我覺得自由的人生反而自律很重要 還是因為你腦中的大綱已經太明確了 所以你完全知道自己每一節每一節要說是什麼 所以下筆如有神這樣 大概也是這樣 你要先把這個條綱抓出來 然後你就有點像是填 填格子 對填充把它填滿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我也體驗到了出一本書當作者的感覺 然後廣播也開始在接觸 但是我要同時抓很多事情在身上 有時候會角色錯亂 比方說像我現在在別的電台的廣播節目 有時候還會有觀眾 聽眾發私訊給我說 你不要再放太老的歌了好不好 是有歌啦 太老了吧 我有時候一查發現 在我心中留了很久 我覺得很好聽很動聽的歌 一查發現1998年 確實有點久 我覺得這可以當成特色經營 就是煮你好月營就是在煮1995到98 主播的青春期的歌曲 就帶大家喚醒這個青春美好的年代 華語金曲的年代 真的我昨天本來還想 我來放手彭琳的球鳥 然後發現彭琳已經很久沒有出新歌了 對啊 然後這一本書我在看的時候 我也是一直覺得說 哇這本書這麼厚 裡面會不會一半是白的呢 一半是白的也太過分了吧 現在有很多的編排是這樣嗎 或是用照片 對啊 然後一打開發現 滿滿的 欸這本書最後解稿是幾萬字啊 12 15 大概13左右 超級多欸 因為可能現在很多人出書 大概6萬8萬就是一本了 你等於是滿滿的兩本量 然後我在看文字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像回到大學以前 在看你無名時候的時光 啊還記得他無名的風格 對對對 真的假的 我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是 你可能大三吧 然後開始去電視台實習 然後你寫了一篇文章 在關於做新聞 其實都是在恐嚇人這一件事情 也沒有都是好不好 不是都是好 我修掉我的那個副詞 常常是在恐嚇人 然後那一篇新聞好像是在講喝汽水的 這一件事情 我自己都忘了我的天哪大三是巨經 二十 不到二十啦 反正就是印象很深刻 對啊 然後那時候會大家會去看他的無名 你說大家都會關注他的無名發表 我啦至少是我 我會我會 就是你看誰來我家 就是他一天到晚到你家來 我就會看一下關心所有同學們 而且啊 其實像我前陣子去上淡如姐的節目 然後我跟淡如姐之前完全沒有交集 不認識嘛 但淡如姐她說她看完我的書之後 她見到我本人 她說這完全是你的口氣 我心裡想哇塞 淡如姐真的悅人無數 因為我們之前並不認識彼此 她也沒有聽過我說話 但是她看完整本書之後 這知道我一定是自己寫的 因為很多語氣 她知道那一定是我 對啊 那像馬克也是 馬克因為認識我二十幾年 所以他知道我講話的口氣 或者是我的下筆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動不動一定要舉一些周星馳的例子 我覺得你已經很壓抑了 不然的話應該會狂寫進去才對 喔 我跟你講 我現在廣播還會放周星馳的電影裡面的音樂 然後我也都很擔心 現在的聽眾知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然後甚至前陣子吳孟達過世的時候 我還花了一個小時在跟他致敬 然後有大學生跟我說他是誰 我也覺得啊 失敗的眼淚 對 在這本書當中呢 這個厚厚的講的主要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在講職場的經歷 不只是經歷啦 應該算是一個過來人的建議 給很多上班族的通則啦 就像書明是說 你不是自找委屈而是少了心機 這心機不是指我們要去陷害別人 挖洞給別人跳像馬克這樣子 但是呢 就比方以這個如意傳跟演習攻略來講好了 明明都是同樣一個人 但是我們不會討厭吳景岩 我們不會覺得說他很腹黑 但是相對的周迅他那時候就是太 詮釋同一個人說 但是他是以傻白甜毫無心機的方式 所以就會覺得很心疼他 那其實這個心機是好的心機 我特別想要跟一些職場的小白 心境的小白來講 有些事情喔 學校沒有人會教你 爸爸媽媽可能也不會教你 但其實他不難 這些與人應對的技巧是一點就通的 只是不點就不通 但一點就會通 我直接在書裡就是跟大家講 我從菜鳥到老鳥 我看人事物的感受 所以告訴菜鳥有些NG地雷千萬不要踩 那給中鳥的思考 就是我認為中鳥應該要思考 你現在在這個位置上 你怎麼上位 有沒有未來性 對 那老鳥的話當然就是要居安思維 就像我說的 未雨綢繆 人無遠慮 並有近憂 因為現在應該沒有企業 會讓你什麼22歲少年郎 進去做到65歲退休 你要去觀察這個社會的趨勢 然後幫自己鋪路 讓自己有展翅高飛的勇氣 所以要展翅高飛 然後剛剛韓祖主播也有說 你會看下一個感覺 他有沒有前瞻性 有沒有未來 然後你要踏出舒適圈 你說跳板的部分嗎 對 可是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我們都知道 我們應該要往一個更寬廣的地方去 我們都應該 就幾年說你要踏離那個舒適圈 可是你要怎麼戰勝 你面對未知的那個恐懼 我覺得那個不安是最容易 綁住一個人腳步的 對 又想的會不安 但是當你把自己投入 那個情境當中的時候 就突然不會不安了 就像我要進錄音室之前 我跟你們說我在緊張 你們一定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畢竟我新聞on air 我更是live的嘛 對不對 但是在你踏進這個門前未知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緊張喔 即便是我這樣子的狀況喔 但當我一坐下來之後 就發現其實投過身就過了 你把自己投身在 你專注你要挑戰的這件事情上 你反而不會覺得害怕 專注在當中 對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心境 那在每次要跳槽前的時候 因為我一直很喜歡把工作 比喻成像感情跟戀情一樣 就是遇到一個不好的人 我已經知道了 就是這段感情好像有些問題了 可是也不好意思直接提分手啊 那工作上面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就是好像覺得 喔這個工作有點不太開心 哪裡不太對勁 我也說不出來為什麼 說不出來在哪裡 那難道現在我就要去找 下一份工作了嗎 我給大家的建議是 你不要因為討厭某個人而離開 因為討厭的人 你在每一家公司 你都一定會遇到 所以你不能很玻璃心的覺得說 那個人在整我 或是我跟同事之間關係不好 其實工作最重要是 回歸你對這件事情的本身 你對他有沒有興趣 他給你有沒有帶來成長 當然包括了這個 口袋的收入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想要離開 你也不用覺得不好意思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要談生殖加薪 跟你要離開 都沒有任何好不好意思的 因為那都是為你的人生 那是你自己的人生 更何況喔 你們會覺得 啊這家公司對我多少 也有點栽培 那我怎麼樣怎麼樣 是他當初給我機會的 他是我的貴人 那些都是你自己心中的 小劇場小情緒 等你踏出了公司大門之後 我告訴你不出兩三個月 你連在公司裡很好的 那些同事朋友 你會一下子都不知道要聊什麼 蛤 因為你們的身 已經在不同的時空跟維度了 是不是電視新聞圈 更加的現實跟險惡啊 所以你等於是 就算經歷了一年 可能像電視新聞圈 一年人間十年的那種經歷感覺 沒有我覺得 大家通常在聊天的時候 一定都會說 大家有個公敵 某某人又在那邊做威做福 又把誰給逼走 又把誰給逼哭了 但是當你離開了這個環境的之後 你以前的同事要再跟你說 我跟你講 那個某某人又在怎樣會怎樣 你的心裡會覺得什麼 關我什麼事啊 對啊 我早就已經不用再看 那個某某人做威做福了 甚至你會很想鼓勵以前的同事 如果這個人 你真的真的受不了 而且外面有更好的機會的話 你真的不需要浪費 你人生寶貴的時間 在這邊跟他這種 小劇場情緒惡鬥中 嗯嗯 會不會現在開始有人紛紛離開 自己的座位去拿離職單 就今天各大公司的離職單 說劉環竹說的 對被抽光 沒有這個剛剛你 可是你剛剛講的又有點矛盾 你說不要因為一個人 不喜歡這個人 然後你就離職啊 然後可是你又說 現在那個人 就是他實在是太討厭了 所以我要離開 怎麼辦 這中間怎麼拿 我的意思說 你不要因為討厭某個人而離開 你要離開 一定是回歸到你的工作本身 就是這個工作 這個職位 能不能帶給你什麼 或者是你有沒有上位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離開 最需要考慮的因素就是 你在這個公司的前展行 對啊 那什麼有些小主管 或小同事你看不順眼 那些真的倒不是會說 我因為跟某某人出不來 我就要走 這個也是 就是在一個團體當中 會有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 就是如果今天 你有很討厭的同事 他處處就針對你 或是很討厭的小主管 然後你就覺得 我現在來上班 原本這是一個 很開心的事情 很開心的環境 然後就是因為有這個人 我每次看到他的臉 我就覺得堵爛 我就覺得很煩 然後 節目可以講堵爛喔 我就想要離 肚子很爛 肚子爛爛的 氣到肚子爛 毒氣 對 然後我就 就會影響到 原本我很開心的這件事情 變得不那麼開心了 但如果我走了的話 這不是真的就是 劣幣驅逐良幣嗎 因為本身這件事情 我還是開心的 只是因為那一個人 他會讓你足足痛苦 九個小時嗎 不會 因為我節目也只有兩個小時 不過剛剛呢 就是韓祖剛剛講到了 有幾個可以提出來的 就是在書裡面 他也有講 有一部分呢 是向上管理 現在的管理學書籍呢 都在教人家說 怎麼樣帶部署 怎麼樣向下管理 可是其實我們不一定有機會當到主管 可是我們總是都從員工開始當起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向上管理 那向上管理呢 有沒有一些小撇步跟訣竅呢 我覺得首先大家對於這個上級 你還是一定要表達你 對他的某種程度的尊敬 所以像我就常跟 我在書裡有講說 叫歌叫解 那是對你最不花錢 但是又最嘴甜 最有效的方式 因為當你稱讚一個人 歌或解 還有說你稱讚他的這個作品的時候 說真的 你只要不要太假仙太客套 我相信那個你的前輩 你的前輩或上級 心裡是還蠻proud的 他會覺得我被認同 那他對你自然也就會特別的覺得 我不幫你我還是個人嗎 人都是喜歡被稱讚的 被肯定 那除非你們熟到一個程度 他說不用叫我哥 不用叫我姐了 那也代表你跟他走得更近了 那還有就是跟主管之間的相處 你還是要先查嚴觀色 知道這主管是什麼人 不見得每個主管都能接受 你用那種很美戲的方式 就是Hey Bro Hey Mark 這樣子 對你自己查嚴觀色 那個顏色的能力還是很重要 這個也是要培養的啊 我看到一個說是 這個也是蠻多聽眾會問我們的問題 就是比如說他就是剛說 他討厭他的同事 他很受不了 就覺得比如說他上班 九個小時 他有七個小時都在偷懶 我看他就一把火 然後主管也不管是 為什麼主管不好好教訓他 但主播說 就是主管不是你的爸媽 他沒有必要替你主持公道 這個讓我覺得我是沒有想過他不應該管這件事情 這是你自己要處理的人際問題 你對他不爽或是你跟他之間溝通不良 天啊 瑪麗 你真的有看耶 我好感動喔 怎麼這樣 好害羞喔 對 因為我想你們很忙 其實說實在話 因為現在像比方說你的廣播 或是我們主播這職業 我們並不是一天二一天九小時都坐在辦公室裡 其實辦公室文化確實是蠻讓人 窒息跟捆綁的 那如果你看到有人在擺爛 或是你覺得他處處都針對你在做什麼事情喔 我認為你不要職場並不是你家裡 你不能動不動就去找爸媽哭訴說 弟弟打我 哥哥搶我 你要 你是一個大人了 你要懂得自己去消化 那還有就是你不能什麼小時都去找你的主管投訴 因為主管他自己最重要的工作 他是要分配任務 還有這個project的前瞻性他要抓好 還有甚至他自己都要煩惱他自己的官位保衛戰 他怎麼會有心情去處理你的這些小情緒 所以你要自己懂得消化 然後你不能什麼事情都去報告 那如果你真的忍無客人要報告的話 你就要記得我說的一句話 保健不要輕易出竅 但是一出竅就要戒血 哇喔 就是那個人你再偷懶 我今天就是默默一直記 一直記一直記 喔然後記到某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了 然後我出竅我要去告發你的那一次 就是你跟這個公司說再見的時候 不是再見的時候 而是說你這次的這個 呃 不是我說那個人 那個人 不是 憨豬仙女他今天穿的就是紗裙 砰砰紗裙 然後透明像個仙女一樣 不是不是 然後輕輕柔柔的 你的那個紗裙的前面 你應該要加入品牌 你要加那個品牌名 才可以知道那個 等級嗎 對對對 我就跟他這樣仙氣飄飄 然後講話輕輕柔柔 然後都不但是我的保健出竅 我就一定要大家見血 這邊也有提到 一樣是跟向上有關係的 就是有的時候呢 我們想要一個職位 然後就想說 有沒有一個有力的人 可以幫我說一下 就跟人家關說一下 然後這邊呢 韓主有說到 你去求職 去關說 或是呢 你要就是拜託 希望這個主管有好事 可以想到我等等的 或是我犯了錯 我要求情 其實基本上 不要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 你最多只能用到一個或兩個 而且呢 也是你要確定 保健出家 那個人是保健 你才能拿來使 你不能拿什麼事情 都一直透過這個人海的戰術 去包圍你的主管 因為主管做到 你上面的那個位置 他有他自己的 類似講尊嚴嗎 還是自尊在 他會不喜歡 你找人來教他 比方說 你一個求職好了 今天假設 我很想進某家公司 那我就找了一大堆人去講 然後 其實被講的那個主管 他心裡會覺得 哇 這個人到底是多沒實力 才需要一直透過這種方式 這就變成了一個反效果 那同樣的 求情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就是 如果你找了一個人 找了一大堆人去求情 那最後主管反而會覺得 你現在是在用人情來綁架我是不是 那我更不會甩你 對 所以 人脈當然是要好好去累積的 人脈有時候會有關鍵的作用 但是當你要談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不能用一大堆人去包圍 這個美感 這個也是要拿捏的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 為大家邀請到 就是我的大學同學 然後他也是主播 現在呢 出了這一本書厚厚的一本書 你不是自找委屈 而是少了心機 他是劉寒竹 然後在裡面呢 今天的最後有想要兩個 也是剛剛提到的 然後這兩個是 我覺得身在職場的 我們需要好好學習的 第一件事就是剛剛說到說 如果工作不開心的時候 主播在這本書裡面呢 有一個建議是 你如果真的發現 真的非常非常不開心 你就去投履歷 你投履歷是一個可以 測試自己到底有沒有人要 你在這個公司這麼不開心 你覺得你自己大財小用 你覺得你自己就受到了氣 那你就會投履歷啊 你投履歷之後 你就會知道有沒有人肯定你 有人肯定你的話代表 嗯 你是有價值的 然後那 如果呢 你去投以後發現 嗯 完全沒有聲音 完全沒有回應 那你就要好好的感恩 就是這家公司 現在願意收留你 對 那當然投履歷 你發現一個更好的機會 那也是差不多 你可以打包一下 對不對 而且這個履歷也不見得是真的 就是我們投出去 而是稍微放一點消息 試探看看 那韓竹仙女在感情當中 你發現這個男的不太OK了 你也是會勇敢的 斷捨離嗎 我覺得感性跟理性 這兩件事又真的不太一樣 感情跟工作好像不太能夠相提並論 感情的話可能就要什麼 各種磨合啦 什麼什麼 必經之路啊 其實感情也可以像工作一樣這樣 這樣這個人他也沒有人情味了吧 怎麼辦 等我下次來 會不會以一個兩性作家的身份 我就會明年的時候告訴你們 嗯 我覺得感情這個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對啊 好 所以這是一個投履歷是一個幫助 因為也像剛剛韓竹講的 有很多事情當我們一直在想 一直想 就是想的時候很煩 你去做了以後 你當那個 坐到位置上 馬上就是水到渠成了 所以先去做 行動是很重要的 再來一件事情 就是把工作比做感情 加薪就像告白 很多時候呢 我們不告白 這個 你是的確有資格做那個兩性作家 因為在大學期間 有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喜歡他 可是喜歡他的方式呢 男生有時候也是會害羞 就會不講 就是會一直就是示好 做一大堆事情 工具人的事情 示好 可是就是沒有做到告白那一步 那沒有做到告白那一步 對女生來說也是很困擾 因為我沒辦法拒絕你啊 對 然後這邊呢 韓竹說了說 加薪就像告白是 其實我們都想加薪嘛 對啊 我很想加薪啊 但我們就會擔心說 唉這個工作 這個公司不知道有沒有賺錢啊 大家都苦我這樣 對啊 我們東方人就是會很多腦補小劇場 然後就會覺得 講錢就是傷感情 你不講錢 那就是傷的就是你自己的感情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跟主管談加薪 覺得我付出也夠多了吧 你不要就這樣傻傻就直接虧門說 我付出也夠多了吧 我建議大家先整理一下 你這一兩年的戰功 因為主管每天處理很多事情 他也不見得記得說 那個大新聞是韓竹跑出來的 你自己把你當初的這一兩年 你做過有貢獻的事情 你先把它調列下來 這些都是適合你去跟主管溝通的東西 你不要沒做好準備就去找主管談加薪 那談加薪件事情 你也就像在跟他話給一樣 如果你第一次被拒絕 我相信各種理由大概也都是 啊大環境不好 公司今年沒賺什麼錢 但是你的需求我聽到了 怎麼樣怎麼樣 好第一次被拒 我們告白被拒 沒關係 但是你要記得 當你第二次再去跟他告白的時候 他就不能用同樣的理由來呼籠你 喔 不能用同樣的告白理由 被告白被拒絕的理由 不能被拒絕第二次 喔 對 哪怕他當初告白拒絕 這個加薪拒絕你的理由是 公司今年沒賺什麼錢 那不能說 今年還是沒賺錢 今年還是沒有賺什麼錢 我們就是一個夕陽產業 那你要待在一個沒賺錢的公司多少 你不要讓個眼神看我啦 覺得受傷 對 所以通常就好像分手的理由是假的 但是只有分手是真的 人家拒絕你的理由可能也是假的 或是客套的 但是拒絕才是真的 所以如果當你的上面一直用同樣的理由 拒絕你或是跟你打太極 你也真的不能當個小媳婦一樣 那你當然就往外試探看看 那我介紹的例子是這樣 因為我們主播的合約是續約的 那續約其實你要再跟我續就要加薪 你就把我們想像成是 直棒直籃的球員一樣 首先我得到這份合約之後 我不能這兩年白爛 我不得分 我一直在請病假 那我就沒有續約的機會 但如果我這兩年很拼 然後下次爭取續約的時候 我就要加薪 但是不如我的預期 我可以體諒公司 畢竟公司也給了我兩年很棒的薪水 但是如果再下一次續約 主管又是用同樣的理由 我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合約延長 或者是我的合約縮短 因為如果再縮短 然後一年之後 你再下次續約 再用同樣的理由給我 我自己心裡就有數了 那我那時候是選擇 我要用延長的方式 我的延長我特別再加兩個月 就是到了農曆過年那兩個月 就是要把年終先拿到 對 那主管也會說 我從來沒有聽過有人的合約 要14個月的 因為我們都從1月1號到12月31號 就是一年 但是到12月31號通常很少人會在 那個時候離職 因為其實再過兩個月就零年終了 所以這也是讓我們會一直不斷續約下去的一個 動力啦 小訣竅 一個小陷阱 對對對 那所以我在第二次的時候我就說 那我希望可以 這次合約我要談到2月28號 那時候雖然沒有達成加薪的要求 但是主管去幫我爭取了 他跟法務說 這個人要14個月 我希望可以給他14個月 然後我也達到我要的要求了 所以就是你這種就是類似在跳Tango 的時間心情 你要去慢慢去拿捏 就是你當然要給公司一點時間去處理 因為主管可能每天都有很多人來跟他說 我要加薪 我要升職我要幹嘛 但你要給對方彈性去處理 然後如果一再被用同一個理由拒絕 我們公司沒賺錢 那就像我說的 那你要待在沒賺錢的公司 沒發展的公司幹什麼呢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在於你在提那個加薪 或是提這個提議之前 就是內心的小劇場不用太多 就是好好的 像主管怎麼樣約你 談一談聊一聊 你也可以同樣的就是約主管說 主管我有事情想要跟你報告 想跟你談一談 主管也不是傻蛋 他當他發現有人這樣賴他的時候 就大概知道你要談什麼事了 也不用不好意思 對對對 就告白 就好好的告白 就丟些職求吧 對呀 認真一點 更何況就是 就像剛剛 我每次都忍不住不會叫你馬克 我都差點要直呼你的本名 沒差沒差 OK的 我就會聽眾也知道 真的嗎 我都會忍不住叫神馬 哈哈哈哈 像神馬說的 就是神馬他就會 比方說 一個人 如果你不去跟主管表達你想要什麼樣職位或什麼樣的薪水 主管還會以為說 你在這樣就很滿足了 他搞不好還不曉得你有這麼大的企圖 你不講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對對對 好的 所以你不是自找委屈 而是少了心機 在這一本厚厚的職場學當中 大家看了以後應該都會多多少少的可以學到很多 不只剛才講的一些上上管理 然後還有包括怎麼樣處理這個工作上面不開心的時候 還有自己想要加薪 想要有其他的發展可能性 怎麼樣提出來 另外其實還有很重要 像是同事管理 人際關係之間的 大家都可以在這本書當中找一找 然後看看韓竹主播他的親身經歷跟他的見解 哎呀今天都問不到韓竹主播怎麼觀察神馬 他大學情史 什麼啦 你現在邀我來一集 你現在邀我來一集 再聊再聊 停停停停 我們要進廣告 可惡 好啦那個韓竹跟大家說拜拜 好各位聽眾拜拜囉 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書 然後我相信就算你不在職場 也是可以學到一些必要的心機 與其說它是一本職場書 不如說它是一本人生書 然後我還有把很多採訪的名人的人生 我從他們上學習到他們的優點 我也都把它記錄下來 是的 所以呢可以關注劉韓竹 在Facebook上面或是IG Instagram 你都可以搜尋劉韓竹就可以找到啦 今天我們要謝謝你